清明节就是祭拜祖先的节日 在香港我们最记得的 就是跟着共产党组织的游击队 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烈士 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事情 告诉我们广大的香港的青少年 一定要把爱国这件事 把对烈士牺牲 是光荣的为了保卫我们的 这样的真正历史记在心里 清明时节追思先烈 在位于香港新界乌郊腾村外的 抗日英烈纪念碑前 摆满了洁白的菊花 当年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 小鬼通信员林真 如今已经是八十多岁的垂木老人 正值清明 他与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新界社团联会理事长陈勇等人来到这里 向纪念碑敬献花圈 向抗战英烈 鞠躬致哀 作为二战期间 香港沦陷时唯一的抗日武装 港九大队在日据时代 就驻扎在烏郊腾村的抗日基地中 抗战胜利后 为纪念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 村民和游击队员 1951年10月 烏郊腾村的村民 自发筹建了一座纪念碑 2009年 特区政府出资将纪念碑迁于县纸重建 这座矗立了半个多世纪的纪念碑 铭记着香港民众浴血奋战 保家卫国的珍贵历史 然而 在2019年的修理风波中 他却被极端分子暴力徒乌 毁坏 现在还有一些黑色的痕迹 就是当时黑暴期间 有一些打砸抢烧的一些暴徒 他竟然丧尽天良道 来寻回抗日英劣的纪念碑 那么收到这个消息 我们的抗日老战士老猎鼠 还有他们的户台 还有一些义工 天还没亮 已经来到现场了 用他们能够拿到的工具 以及方法去清理 这些伤痕是不容易 短时间的能够扶平的 这个也就说明 我们为什么要更加加强 这个国民教育和历史教育 要让我们的下一代 铭记于心 再不会出现这一种 我们觉得只有抗日战历史的 汉奸才能够做出的行为 那这一种呢 只会亲者痛出者快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 提出将抗战历史 加入香港本地教材的建议 一度登上热搜 广受社会关注 我们香港这段历史 尤其近代史 抗战时期三年零八个月 英军一早就投降了 然后国民党军也见不到人 然后呢 加拿大军团也是损失残重 做俘虏的多 那么坚持在香港 三年零八个月 抗击日军的 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的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而且这些热血青年 这些战士们呢 绝大部分都是土生土长的 中国香港的青年人 那他们这段历史 更能够见证了中国香港 历史上就是我们自己国家的神圣的领土 同时呢 关键时刻 保护这片领土的 也是炎黄子勋的热血青年 在陈勇看来 只要深入了解这段历史就能知晓 当国家民族遭遇危难之际 真正靠得住 能保家卫国的 只有中华民族自己的儿女 日本就是投降了 抗战成功了 英军是遥遥万里之外 其实他们求助于中国共产党带领的U级队 维持香港的正常运作 就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看到呢 人民子弟兵 有很多前辈都讲 97年7月1号是进驻香港 但是我们的子弟兵从来没有走过 这个火种 是有抗战历史那段时间 已经深深扎根在香港 所以这一段呢 更值得我们香港的每一位朋友 尤其青年人 大家去学习 去理解 去牢记 了解才是爱的开始 陈勇坦言 近些年来 部分香港年轻人 受人蛊惑挑唆 参与打砸抢烧等暴力事件 危害社会和国家安全 伤害香港民众的情感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们对国家历史认知的 严重缺乏 其实我们觉得 就是他们不了解这段历史 脑里边空白 才给人家洗脑 给人家灌输一些邪恶的知识呢 才容易成功 那么只要我们把这些正能量 把历史的真相 在他脑袋里边还原 我们相信 以后他就有这个免疫力 就等于接种了这个 抗病毒的疫苗 他就能够免受这种 政治病毒的侵害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守护到我们的子孙后代 针对近期广受关注的 爱国者治港 陈勇认为 从战争时期到和平年代 爱国者的定义 从来是一脉相承的 爱国者就是 保家为国救民族 越是在战乱的时间 危机的时间 越能够看到 谁是真正的爱国者 不管是最基层的老百姓 还是年迈的老战士 和这些老猎属 关键时刻 他们挺身而出 守护和保护我们的 烈士纪念碑 现在我们中国香港和国家 也遇到一些危机 一些挑战 那这个时间 真正的爱国者 就是要为了国家民族好 能够守护我们的宪法 基本法 能够守护香港 不受外敌的侵略 不受外国邪恶势力的颠覆 所以在这方面 这个爱国者的定义 我们觉得是一脉相承 我们觉得是一脉相承